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友围棋教室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吃子的方法 在正式学习之前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两位小朋友 他们是义友围棋培训班的 一位是陈南同学 一位是交朗同学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学习 在上堂课当中呢,我们学的是 抱吃,门吃,争吃 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新的方法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用原来学的那些吃子的方法 是不是在这些变化当中还能够起作用呢 比如像这个图 白棋两个子断着黑棋的这四个子 白棋的这两部分 黑棋呢,也被分开了 那么作为黑棋呢,就得想办法把它连在一块 否则的话呢,它觉得很危险 但是如果用我们学过的蒸子的方法 因为现在这个形状啊 如果要吃的话,可能我们只知道蒸吃 对吧,又不像门吃,又不像抱吃 可是蒸吃呢,这地方白棋有一个子 有一个坚硬的子 它好像不能够吃掉这个白子 那么既然不能吃掉 我们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更好的办法 把这个白子给吃掉呢 因为围棋的这个吃子方法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 好,他们现在踊跃的角色 我们请陈楠同学来回答 应该走这个手棋,是吧 那么,呃,这一手棋大家看非常有意思 因为黑棋这两边啊,都有子 他就选择了在这个地方走一手 这个,这手棋呢,在维棋术语当中呢 我们管它叫做加 加你看就是,呃,采用一种虚照的方法 不和对方的这个子接触 如果要是跑呢 嗯,这样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白棋冲了之后 现在它只剩这一口气 那么剩一口气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什么形状了呢 对,原来我们学过门吃 现在就是一个门吃的形状 所以呢,黑棋就是通过这个加的方法 把白棋这个子吃掉了 好,请坐 那么这个加的方法呢 也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看 假如这个地方啊 白棋多了一个子儿 现在我们还能不能吃掉这两个白子呢 它现在有三口气 你们看一看,能不能吃掉呢 胶懒 你觉得能不能吃掉 能 那你告诉我们怎么吃 也是用加 这个加呢,就是比刚才好像更宽了一路了 刚才这两边都是只有一口气 现在这边有两口气 这边有一口气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它也是须照着对方 把白子呢,给夹在里头 是吧 我们来看看白棋能不能跑掉 比如说,白棋如果往这走 你怎么走 对,用这种断的方法呢 这跟刚才的形状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冲这个 它就断上去 你冲那个呢 它挡住 不管怎么说 白棋始终只有一口气 比如说 如果我要是不走这个 我走这个行不行 你走这个 把它挡在里边 是吧 那么现在呢 白棋依然是很困难 还是生这两口气 无论如何还是逃不掉 好,请坐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夹的方法 吃掉了白棋的两个子 好,现在咱们来看看 这几道练习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现在是黑棋三个子 陷入了白棋的包围圈 那么这几个子呢 也很危险 这边 也就说 现在呢 黑棋被白棋分成了三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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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手段 把这三块棋连在一起 有没有这种好的方法呢 大家来看一看 仔细计算一下 好 请江朗同学 你来回答一下 打吃 打吃 他想从这两个子身上下文章 那么 我要是走这个呢 再打吃 再跑 虽然你在吃着我 可是呢 你这几个字也没 也没有活 我要是再跑呢 加一点 嗯 刚才我们刚刚学过的加 他现在就给用上了 虽然这个地方有一个子 但是呢 这个依然是加 那你干嘛不这么打吃呢 这么打吃 白棋叫长 哦 白棋一长 如果你再打吃 他也在叫吃你是吧 嗯 如果你要打吃这个 人家就接上了 所以呢 江朗是采用了这个加 我们看看啊 这个加的话 如果要一冲 黑棋就可以把它给断了 白棋呢 两口气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 那么也就是黑棋利用这个加的方法呢 不仅吃掉了白棋的子儿 还使自己的三块棋呢 都转为为安了 是不是啊 请坐 好 我们来看看左下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刚才教长的同学那边用加的办法 那么这道题呢 我一眼见着这儿有一个加 你看这个地方形状不也是加的白棋吗 那么陈南我想问问你 如果现在我还用这种方法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哦 白棋对 白棋这个地方啊 他现在可以冲出来了 因为他这是叫吃的黑棋这个子 本来像刚才这种地方加呢 如果你冲的话 他就可以挡住你了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你要走的话呢 人家白棋就把这个子提了 是不是 那么既然这样不行 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我家的话 是不成立的 可是如果不成立 我这四个子怎么办啊 他就死了 你能不能帮我救回来呢 嗯 我打吃 嗯 你看陈南先从那头打 我不知道他要动什么脑筋啊 我接上呢 再加一个 哦 再加 我们看看这个有什么变化 跟刚才加 现在走了这个 先打吃之后 如果我再冲 你走什么 哦 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这个打吃和接的交换之后啊 黑棋这个家就成立了 因为当你冲的时候 他可以打住 这个地方 白棋只剩一口气 他跟黑棋呢 是没有办法杀的 好 请坐 那么这道题做对了 我们再来看看右上角的这道题 这个题好像看着比较复杂 你看看 这四个子 黑棋死在里边了 那么这还有几个子呢 也挺危险的 白棋子全都在外头 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救他呢 这个需要仔细看一下 这可比刚才那两道题呢 要显得稍微的复杂一点 好 教朗 先打吃 嗯 先打吃 他认为这两个子是非常重要的 再打吃 接上 见吃就吃啊 嗯 再加一个 这个家呢 也是我们刚才学过的这个家 那么通过这一家之后呢 白棋 这三 这几个子 这六个子 七个子 是逃不掉了 好 那么这道题呢 也做对了 虽然很复杂 但是看来同学们学的都挺好的 好 请坐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学过的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新的知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新的形状 这个形状呢 原来我们曾 我们没有见过 那么这个在围棋术语当中呢 这个形状啊 叫做虎口 你看它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老虎的嘴巴 嗯 老虎的嘴巴 我想 呃 同学们看到 一定会感到很害怕的 因为你要是不小心 只要敢把脑子伸进去 它肯定一口就把你脑子咬下来了 那么在围棋当中也一样的 这个虎口啊 你要是敢进去的话 它也是会把你咬掉的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其他地方的虎口 比如说在边角 在边上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线了 所以呢 像这个形状在边上 它也是一个虎口 我们再来看看在脚上 比如我在这摆一个子 那么我们前面呢 已经学过了一一 一一的这个黑子呢 它是有两口气 所以呢 我往这摆一个子 你们认为这是不是虎口呢 对 这也是一个虎口 也就说如果在边上 是两个子就形成了一个虎口 中间呢 是三个子 脚上呢 这一个子 就是一个虎口 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掉进老虎嘴里 比如说 现在我往里送一个 那就要被对方一口咬掉 看 我往这一提 你没有气了 就要把这个子从棋盘上给拿下去了 这边上呢 也一样的 标上比如说你走在这儿 那么我 这么一走 你这个子呢 也就死了 中间也一样 走这个 它可以把你给提掉 是吧 所以呢 老虎的嘴巴呀 是不能够轻易的进去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学习了什么是虎口 现在我给大家摆了一个图 这个图上有好多个虎口 我想请大家来辨认一下 那么底下的两位同学 你们现在动脑筋想一想 黑起有多少个虎口 白起有多少个虎口呢 数一数 数完了就举手回答 焦朗 你来帮我数一数 现在这个牌上黑起 到底有多少个虎口呢 黑起有六个虎口 那么我想问问陈南 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说法呢 你同意 好焦朗请回去 那么我现在请陈南上来 来数一数白起 有几个虎口 白起有一 二三四五六 有六个虎口 好 六个虎口 我想我想白起是没有错误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黑起 是不是有六个 刚才看 他们俩呢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一二三 这个肯定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一二三 也没错 但是我们曾经学过 脚上如果放一个子 这个如果这儿放一个子 这个地方是不是虎口呢 是虎口 现在大家看 这儿有一个子 这个地方是不是虎口 白起敢进入吗 对 白起如果敢进入的话 就要被黑起给提掉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明明知道是虎口 可是呢 对方还要走进来 这个在围棋当中呢 也是经常运用的一种招法 那么这手棋呢 就是进入对方的虎口的这手棋 我们在术语当中叫做扑 就是往对方的嘴里头扑 那么下面呢 我就摆两个图 请大家来给我区分一下 比如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是其中的一个图 再摆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图 你看我现在摆好了两个图了 这个图和这个图 我想请同学们来给我分析一下 你们看这两个图有什么区别没有 你看这个形状没有 刚才我们讲这个虎口是不能随便铺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为了吃对方啊 或者是为了救活自己啊 他可能就会用到这种手段 故意扑上去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故意 往对方的这个嘴里送一手 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黑棋一看白棋扑进来 当然要提掉了 这时候呢 黑棋的气全紧住了 白棋又可以反提回去 那么像这种方法呢 就是当你扑过去 对方提了 你又可以反提回来 这种方法 在维系术语当中呢 就叫做倒扑 那么也就说白棋这手提 就是倒扑 下面呢 我们就做几道关于扑的死活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几道练习题 先看左边这道 这道题黑棋先走 能不能吃掉白棋两个字呢 嗯 好 请陈南来回答 能吃掉这两个字呢 能吃掉 大点声 怎么吃 扑一个 扑一个 刚才我们刚刚学过的扑 如果我提掉呢 再把它反提回来 那么白棋这三个字就死了 好 请坐 这道题正确 那么我再请教朗 你来回答一下 你看看左下的这道题呀 这里边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你看看黑棋 能不能吃掉白棋的籽呢 这形状 嗯 走什么呢 走这个铺 你先告诉我 这地方有几个户口 有两个 有两个户口 这个地方 这两个子形成了一个户口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子形成了一个户口 是吧 嗯 那么如果往这扑行不行啊 不行 不行 人家一提 那什么毛病都没了 我们再看看 教朗同学刚才说的 在这儿扑 这个扑啊 很有意思 人家这边也有提 这边有提 我看看成立不成立 如果我要提这个 如果我要提这个呢 对 他就反提回来 你看这三个子就死了 那么如果提这个呢 对 现在外边这些子啊 又封着这些个白子 黑棋又可以提回来 那么这个形状呢 就叫做双道扑 就是你走哪边 我都可以扑你 好 请坐 再来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当然很简单了 其实他们俩我相信一定都会 我还是告诉大家吧 那么这道题黑棋 倒扑在这儿 这四个白子就死了 当你提的时候 它再反提回来 这几个子呢 就死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学的 扑和倒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学习一种新的赤子方法 比如大家 这个形状 如果是 现在是这样的棋 那么轮到白棋下 白棋能不能营救出这两个子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黑棋呢 这两个子呢 气也非常非常的紧 你看如果要是 我们刚才学过是扑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虎口 如果扑在这儿 人家呢 就提了 扑在这儿呢 当然人家也提了 如果提在这边 你再打吃的时候 黑棋先一步 把白棋这三个子就给提了 这样白棋不行 那么显然我们刚才学的扑的方法 好像不太好用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白棋可以有一种 特别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对这两个子呢 进行叫吃 如果你街上 是不是还在叫吃呢 这些个白子啊 又对这四个子 进行叫吃了 那么白棋呢 就可以从最后边 把黑棋这四个子 给提起来 那么黑棋为了 减少损失 这又不接了 可是呢 白棋提掉两个子以后 这两个子就救活了 那么像这种 打吃完了 你不能接上 如果你接上 就从后面一起吃掉的 这种吃子方法呢 我们在维基术语当中呢 叫做接不归 就是接不回去的意思 非常的形象 那么下面我摆几道 跟接不归有关的练习题 请大家来做一下 我们看下面这几道练习题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吃对方的子的时候呢 可以把我们学过的 几种方法联合在一起 比如我们看这道题 现在黑棋先走 要想办法呢 救活这两个子 那么就要在这三个白子身上 做文章 我们看看 如果刚才我们说的是 接不归 可是现在呢 并没有接不归的形状 我们能不能给它 创造出这个形状来呢 好 教了 先铺一个 嗯 这个铺是我们 刚才学过的 铺 如果它要是题呢 打吃 对 这样再一打吃 就成接不归了 好 请坐 你看这道题呢 我们就是利用 先铺一下 再用接不归的方法 就把这几个子吃了 我们再来看看 左下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现在黑棋的五个子 都被白棋包围着 而且呢 自己的气压又非常少 但是白棋呢 这几个子的形状也不好 我们能不能发现 它的漏洞呢 陈南 可以打吃 你可以打吃一个 我接上呢 再打吃 再打吃 嗯 大家注意啊 这个棋 你看 陈南啊 根本就 不从跑这个五个子啊 什么 往这头乱撞啊 他根本就不从那头想 而是从外边 利用白棋的这个气 非常紧 如果要走在这种地方 人家一接 显然你什么气都没有 他一打吃 通过这一打吃之后呢 发现只要再这么简单的一打吃 白棋就接不上了 这样呢 又成了一个接不归 是吧 好 请坐 我们来看看右上角的这道题 那么现在 黑棋这四个子呢 是 要被白棋吃死了 但是呢 白棋这个形状 有一些问题 黑棋能不能救出这四个子 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还是利用简单的 比如说打吃一个 人家街上 你再打吃人家街上 那什么毛病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 看着这个黑棋四个子就死了 好 交了啊 先铺一个 嗯 先铺一个 他就不怕牺牲自个儿的子 提掉呢 再一打吃 这样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这样铺完以后再一打吃 这五个白子呢 就被黑棋用接不归的办法给吃掉了 如果要是一接上 黑棋提 这样 白棋再提回来 虽然呢 这是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打七环一 但是黑棋呢 吃掉子要比白棋多不说 这四个子呢 也都跑回来了 对吧 嗯 好 请坐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利用接不归的办法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几种吃子的方法 陈南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重复一遍 今天学的 学了铺 还学了什么呢 道铺 还有接不归 还有吗 好 由胶朗来补充一下 还有加 还有加持 然后呢 铺 铺 刚才陈南也说过了 那么在铺之前 什么情况下 它才能形成铺呢 虎 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 老虎的嘴巴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老虎的嘴 虎口 还有呢 陈南 还有双道铺 还有双道铺 那么他们两个呢 互相补充了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知识呢 就基本上被他们说全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些练习题 把这些知识呢 再重新温习一遍 好 咱们来看看这几道练习题 那么左上角这道题呢 一定是黑棋先走 要想办法呢 救出这边的三个子 这个地方 白棋现在有个虎口 外边还有两个子 黑棋呢 必须得想办法杀这几个子 看黑棋走什么比较好呢 谁来回答一下 陈南 如果你下黑棋的话 你准备走什么呢 顶这个 陈南因为我们原来学过这个道铺哈 那么陈南呢 可能就是想下一步进行道铺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下棋是一人一步 你要下一步 你想走这的时候 可是白棋 现在也可以把它补上了 那你还能封住它吗 封不住了吧 你再想想 应该走什么才对呢 铺一个 对 因为被白棋一接你就完了 所以你得先铺一个 要吃 白棋四个 白棋就得提 然后呢 打吃 打吃 这个白棋还得接上 接下来怎么走 再想一想 现在 打吃 打吃 嗯 是不是想蒸紫啊 可是白棋这地方有结硬紫 有结硬紫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时候 黑棋适合用我们学过的哪一种吃紫方法呢 煎 对 这是好棋 如果蒸紫的话呢 是显然不行的 那么现在一加 白棋呢 这地方只有两口气 它是逃不出去的 好 请坐 那么这道题呢 是做得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看左下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黑棋先走 能不能发现白棋这个地方的问题呢 蛟狼 哦 你看在前面啊 咱们只学过 往里边送一个字 往胡克里送一个 现在呢 蛟狼同学往里边送两个 我看看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他要吃这个 如果 我提掉呢 你不是多送了 哦 还往里送呢 我要再提掉呢 好 再打吃 那这样成了结不归了 是吧 那么刚才焦朗同学的这个两扑啊 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利用扑 把这个白棋呢 走成一个结不归的形状 黑棋 把它吃掉 好 请坐 我们来看看右上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 黑棋先走 能不能吃掉 白棋这六个子呢 陈南 能不能吃掉 能 好 你来吃一下 先断一个 他也是啊 采用先送对方的这个 送他吃 如果我要是把你留下来呢 打吃 打吃 大家看到这个形状 就是一个倒铺的形状 黑棋通过一段 走成了这样 如果白棋一提 黑棋呢 还可以反过来 再把白棋这几个字给提掉 好 请坐 这几道题呢 他们做的都非常的漂亮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这一道题 这一道题啊 白棋现在吃着黑棋的四个子 那么黑棋 逃是逃不出去了 这个地方 你如果往外跳 无论跳哪个 他都是一冲 你这个气呢 都延长不出来 那么作为黑棋 他有什么办法能够解救呢 这个一旦要下不好的话呀 可就不行了 好 教老你来回答一下 断一个 断一个 教老是想发现 对方的这个断点 然后攻击一下 但是你走这个 我要是从外边一打吃 你就来不及了 是不是来不及了 我看看 如果要打吃这个行不行啊 打吃这个好像也不行 你打吃的时候 他接上 你再断 同样他也可以吃在这儿 也可以吃在这儿 好像白棋的气呢 还是差一点 黑棋 有没有巧妙的手段 就是你好好想想 把我们学过的 这个吃子的方法 结合起来 想一想 走什么能够解救 这个黑棋四个子呢 哦 还是利用铺的办法 如果提掉呢 再打吃 我要是一接上 还怎么办 哦 再打吃 再打吃 现在白棋只剩一口气 逃不掉了 好 请坐 那么这几道题呢 发现我们都是用铺的办法 吃掉了对方 铺和其他的手段 结合在一起 其实这个铺的 这个手段呢 现在我们就发现了 它是经常要用的 而且呢 你看可以救活自己 还可以吃掉对方 所以呢 这些吃子的方法呢 我们都要熟练的掌握 那么在课后呢 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 围棋的书籍 做一做练习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下期